來 各位 今天晚上請你們大家喝酒 昨天我們晚上的時候 有一部分的貴賓沒有去看印象 其他有十幾個看印象就知道了 我昨天跟你們大家說過 今天晚上在座的各位 你們的晚餐時間 是劉鴻的工商時間 工商商品的時間 因為大家出來七頭 今天已經是第幾天了 第三天 明天你們第四天 第五天的中午怎樣 就要離開桂林 就要回到珠海去了 所以坦白說 我跟你們相處這麼幾天 坦白說 坐哪一行 吃哪一行 你們車上很多退休的 是不是 那你們肯定是拿國家的退休金 你們有飯可以吃的 你們上班的 賺薪水 你們做老闆的 你們要發錢給你的員工 可是 劉鴻站在車上 我屬於旅行社的工作人員 請問我的薪水在哪裡 在老闆 錯了 老闆沒有薪水 阿姨說對了 我的薪水在你們各位 大哥大姐的口袋裡面 真的 我講的是 比較實在 沒有藏著掖著 大實話坦白話 你要想想看看 旅行社現在的團費 團購的力量這麼大 如此優惠的團費 旅行社怎麼可能發薪水給我們呢 旅行社沒有任何的薪水給我們 所以的話呢 我們接不同的團型 賺不同的錢 如果今天我接的是購物團 我們第三天就開始走商品站 購物了 好 接到你們存完團 沒有壓力 但是呢 老闆也會給我們補助 一天多少錢 幾百塊人民票 我帶你們幾天 前前後算五天 可是老闆只給我們領四天的薪水 前後四天下來 我賺四百塊人民票 來四百塊人民票 就算我一個月累死累活 我接滿五團 那我也才都是這種團 冷清高 那請問 這樣有沒有任何一個打球 願意站在車上 每天這樣的付出的服務 不可能 對吧 我們拿到這個薪水 連站在路邊掃馬路的民工的薪水都不如 我們住飯店 我們買私培床的 昨天我好高興 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這個飯店至少還提供了私培的房間 師父沒有 在外面去找民宿 那昨天還有 平常有的時候 沒有房間給我們睡 睡哪裡 客人 你住哪裡啊 停時間 什麼是停時間 我們早餐的餐廳 那個桌子拿開 那個地上鋪來 看我的手 這麼寬的床墊 這麼厚 一排一排的 鋪著白布 我們晚上去員工宿舍洗澡 在那邊艾琳躺在地上這樣一排 蓋著白單子 像不像停時間 這樣還蠻愛情欸 這樣收幾人七十塊 昨天我住的私培房 跟你們同樣我住五樓 但是我住的房間是沒有窗戶的 就是他們拐角的地方 是不可能給客人住的地方 就賣給我們導遊 一個房間四張床鋪 就是你們互相去搶扁壽 搶什麼 他一張床鋪賣給我們幾百塊 我住兩個晚上 我就花了兩百塊 那你們的礦泉水 我請你們吃水果 這些的產品 你們導遊自己消耗 因為不同的團型 公司的旅遊遊戲的規則方式 就是這樣操作處理 然後公司代理一些民遊產品 靠你們導遊自己的熱誠 自己的服務 換取觀光客的回報 就這樣 所以的話呢 做哪一行 吃哪一行 艱辛啦 坦白說啦 就像你們年輕打拼的時候 你們上班的時候 也沒有說 舒舒服阿朗腿翹著錢就來了 對不對 任何事情都要有付出 才會有回報 所以不好意思喔 今天晚上的晚餐時間 就是劉鴻的工商時間 工商產品 找自己所需求的東西 各有所需 各有所需 就好像我們 今天晚上 你們在餐廳假崩的時候 劉鴻要公開賣銀 注意聽喔 你們男生眼睛都瞪大了 這個導遊怎麼這麼誇張啊 公開賣銀 賣銀飾品 好來 賣銀飾品 你看 這裡有一個 百寶箱 你看這裡有一盒 這裡還有 裝不下真的袋子裡面 這一瓶的話呢 就是公司配備給我的 銀飾的這個產品 因為我們來到原住民地區 現在的很多台灣人 公司也會調查 現在需求什麼東西 因為銀子啊 給我們在生活當中 帶來很多的便利 你們大家可以做實驗的 你們車上有沒有帶口紅的 晚上餐廳 或者在車上可以做實驗 我沒有擦口紅 我不習慣 你們下午可以拿你的口紅出來 等一下吃飽飯可以做個實驗 拿那個面紙 你把口紅擦在面紙上 我隨時把我的銀環你看 留待一下 在這邊 有費三個小時 這邊就是 這一局 你就可以決定